一天 夭老 夭老 你想来啊 本来想多睡会儿 被半生紫荆园给烧醒了 我就知道那东西对你有用 早知道我就早点吃了 杨老 担心死我了 四小子 你怎么样 我啊 我最近啊 都快死了八百次了 我呢 现在在魔兽山脉 镜子眼里面 差点被魔兽撕碎 后世被你的好徒弟韩风 也就是我的师叔 逼得差点自焚 然后那个云兰宗刚刚找上门了 才走了 那又怎么样 你现在不是好端端地在这儿吗 有什么事儿都进来你安我 我又不是你娘 我这不是没娘吗 也对 杨老 我现在有了一点寿粉 我这就把半生紫荆园划开 怎么样 用粉绝 从中迈进 台底文出 好 好 别在这里 这样有意思吗 你没听我说完就练 从中脉进海底轮出 我是会爆炸的 真正吸收受火的方式啊 要从你的后脊椎 经过十二重楼 到你后脑 经过文香学 进入你的左脉 紫荆一世王的磁火 已经是受火里面最刚猛的 再加上半生紫荆元 那它的强度就可想而知 你现在身体里面 已经有古灵冷魂 又把不同的火 存到不同的经脉里 这样子啊 你才不会炸得粉身碎骨 我身上有八万四千条经脉 那岂不是每条都可以存活 很可惜 天底下就只有二十三种异火 加上其他火 也不会有八万四千条 八万四千条 四千 燕老 火与火之间 可以结合吗 如果我把古灵冷火 和紫火结合在一起 把它扔出去 让它在敌人身上爆炸 有可能吗 显往不送 别在这里啊 还向我踢你是不是 咔嚦 相公 小姐 干吗是你打我 我跟了你一路 你都没有认出我来 没有 真的没有认出来 真没认出来 这是我相公 叫大哥 大哥 赶紧去告诉别人 以后在路上见到大哥 都要叫人 听见没有 听见了 快去 不用了 小元氏大哥 大哥 相公 走 回家吃饭 爹 姑爷 来了 小元氏 想你呢 来来 走走 走走 请请请 走 女儿 酒呢 你拿我当小宫啊 姑爷来了 你也用不着这么乍势啊 还敢欺负你爹你看哪 真是 谁欺负 还请前辈恕罪 这是哪一出啊 前辈 上次我就已经跟您说过了 当时在魔兽山脉 小一仙妹妹 她心灰意朗 一心想寻死 情急之下 我才说出要取她的话的 所以此事不能当真 还请前辈 收回孤爷二子 另外 也请小一仙妹妹恕罪 这血宗之毒是蛊虫入脑 下毒的人可以操纵任何人 而这烙毒 比蛊虫之毒更深 中毒的人 不能通过废了自己的斗气来解毒 只能通过异火 将毒素逼出 如若不然 就只剩下死路一条路 纳兰杰虽然中了毒 可是仗着他身后的斗气 神志还算清醒 他和我说 能治就治 要是治不了 要我一掌将他劈死 你说 我忍心下得了这个手吗 我和纳兰杰是至交 若真是到了那个时候 我是绝对不允许 他变成魂殿的傀儡 萧嫣 我知道你明白 大丈夫安身立室 最要紧的是公私分明 你现在纠缠的是私仇 你想过没有 纳兰杰可是抵抗魂殿的中流砥柱 和魂殿的仇 你都忘了吗 你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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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但是另一个人可 这位是颜潇先生 他身上有一伙 这可是我千辛万苦求来 为你治病的 先生 请 你把这个给我吃了 爷爷让你吃 你便吃了 燕燃 别胡闹了 这是我和骨盒 盘风三位长老 用斗气将这烙毒 控制在这只胳膊里 可是维系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这条红线一到心脏 神仙也救不住 小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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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潇先生 你好人太多斗气了 要不要歇息一下